台东金风香槟冒国中 三年前学生只有70多人 原本面临财病面校危机 学校努力办学 开设创造发明比赛 还有在体育传统文化 都有亮眼成绩 摇身一变 学生人数逆势场场突破百人 眼前一座座木雕及铁雕 陈列校园内 技艺班也正准备开设 让学生有更多业的发展管道 对于他们的未来 是一条很好的出路 所以我们在技艺教育这一块 会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国一国二 在性向测验 还有职业试探上面 尽量让他们可以有 充足的空间来发挥 我们现在开了两班 一班是在跟台东专科学校的 汽车科合作 开办了动力机械职群 那在我们学校自己办了 木工设计的技艺班 那这些都让我们的孩子 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技职教育 并茂博装机器秀班 和国立台东农专 私立共通高公募工科 进行教学合作 让孩子出勤 能接触不同的课程跟技能 让学生在摸索过程中 真正找到自己的兴趣 跟仪技之长 修这些零件都要有心 你没有心 做什么事都不会成功 有没有想过 你第一个想要修理的摩托车 或是改装的摩托车 是谁的 就是爸爸的吧 他们在学这个课程的时候 比较有信心 然后培养他们的动机 毕竟我觉得原住民的孩子 多学一点技能 对他们还是有帮助的 面对毕茂国中读研课程发展 还有认真办学态度 家长跟族人也都很有信心 像一般其他学校 只有在读书的话 我们原住民的学生 我是觉得他们会比较痛苦 透过这样的技艺 这种才艺去学这些 可以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毕茂国中多数学生 都是排湾族人 发展排湾文化式学校的教育根基 像是舞蹈团和唱团 都将传统祭典跟仪式融合在里头 甚至出国表演 学生有了多远发展 又能在自己母体文化下成长 让学生的自信 更被建立于看见 记者卡托弗亚 小美大圣 台东太马里采光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